三重優先 台灣要贏李明衛競選文宣 居然是跟小英合體 仔細看上頭完全沒有任何黨徽 但明明李明衛是批民眾黨戰袍 民進黨則是推派于天 拼立委連任 跟李明衛打對台 這文宣被質疑 根本是響蹭小英熱度 本來市長要英雄的民進黨 在三年寶三季的這個 卡住我覺得是很不好的 這三年沒人 這裡不認同 出錢出錢 你沒有機會 你就出來僑集 叫你女兒出來僑集 你的心裡想的 只是你的權利跟意義 不要利用小英來欺騙三重數 這邊民進黨平民的就是于天立委 對 不是李明衛 不僅支持者氣噗噗 于天服務處更是電話 響個不停 不少人打來問文宣 到底怎麼回事 支持者 那支持小英的 他也應該也是算是肯定民衛 對啊 那他也是說 他們就自己做出來的 他就直接破柯文哲的 有什麼不對呢 他就是柯文哲那邊民眾黨的 怎麼會去破小英我也搞不清楚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年三月 余天補選立委 就走進三重在地的三合夜市 李明衛首站也選在這 尬場拼人氣 易偉農 老闆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首場公開掃街 找來學姐黃靜穎幫忙拉抬人氣 流傳的文宣則是蔡英文當母雞 是擔心柯文哲不夠給力 才想蹭小英 還是真的支持者不小心 文宣造成誤會 恐怕不僅無法吸票 還會有反效果 下期收看各自鋼 朱子君新北報導